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家電新生魚4》第四集 早兩個月很多朋友來我家玩 我發現有些小電器是超級受歡迎的 還有有時候我放上IG story 詢問到極高 到現在一直都有人問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說一下他究竟有什麼好 好不好用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我決定拍這條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今次我有什麼電器好物 有什麼小家電 很想告訴大家 這一陣子用了 很喜歡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第一個 它是Fenamel的調味料自動研磨器 一開始我純粹覺得放在家裡很漂亮 但我全部的親戚朋友都被它俘虜了 全部試了都很喜歡 它是有個移磨機 然後你可以配搭一些配件 操作是極簡單 你看到我是一一 然後就可以換頭了 原本我還是覺得可能只有樣子 但我發現如果平時是用一些要磨 你要兩隻手 這個是一隻手 這樣就完成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按後面的按鈕 就可以磨出來 完全不需要用力 然後之後是可以磨到不同的大小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去調整它的粗幼度 完全是自己可以控制到 加上它是USB充電的 它有分到是充電款或電池款 但我真的極度強烈建議用充電 因為我用了這麼久 我是不需要去充電 它的用電量是很少的 你會看到它現在還是這樣 三格電 我會告訴你它的電量剩下多少 這個是我很多朋友都說 很想買很想買 我就私心去問一問 會不會有一個Discount Code 可以給我的觀眾 他們就給了一個Code 我買這個自動研磨器套裝 它一套就是包了一個的研磨器 再加兩個的配件 之後你就可以入我的Code 就會去送多一個配件給你 就是日常的調味料款 然後也可以入多一個Code 就可以包運費了 它的底盤是額外另外買的 我都很建議大家如果買完的話 這樣一套看下去是超美的 日常食材這個 除了放鹽鹽、黑胡椒之外 我還試過放芝麻、花椒 只要你打開它 我就會把它倒進一個密實袋 然後換掉它 要用的時候就倒進去換就可以了 記住不要放到它極滿 大約三分二的位置就差不多了 然後一個大型的食材 這個我就會放些香草 又或者是薄荷、霍莓等都可以的 是用完之後完全回不了頭 是不想再自己用兩隻手去磨 而且真的單手是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不算是合作來的 因為真的我太多朋友問 不好意思問有沒有Promotion 我就厚臉皮去問而已 第二件事也是極多朋友喜歡的 就是我都沒想過要拿著一個電磁爐 在這間房間那裡 這個是來自德國寶的 這個電磁爐我真的覺得它極度漂亮 是所有女生朋友 無論煮食不煮食都很喜歡 因為它是奶油式的 而且樣子是不能輸的 這個名字很簡單 坐桌式雙頭電磁爐烤盤 它的烤盤我都拿過來 就是這樣的 它的方法是放在上面 它就可以變成了一個烤爐 一個BBQ爐 可以在室內做韓燒 然後它的烤盤一邊是有網紋 一邊是平滑的 這個烤盤我試過在家中 十個人圍著去燒烤都夠吃的 它不是說只放六塊肉就已經完了 NO 我試過在這一邊放到九塊牛仔骨 這裡再放一塊扒 再放些蔬菜完全沒有問題 說回做電磁爐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用的 它是很簡單的 一個按鈕開完之後 兩邊你會看到有得扭的 它可以調到是grill mode 然後一個cook mode steam mode 總之如果它grill mode的時候 火力就沒有steam mode那麼大 我用下的感受 所以我想它大火一點 或者是煲湯的時候我就會用steam 如果我是炒菜不想它那麼容易燒 我就會用grill 而且你不要看它那麼薄 那麼細 它是可以真的放到兩個煮食工具 例如我一個的湯煲 再加上一個炒菜的鍋 是沒問題的 它絕對不會因為小 它的箱頭是要走 用一些很小的鍋 不用的 我都是用回我平時用的鍋 而且它是有得保溫的 它不只是煮東西 它還可以有一個是grill mode 現在很流行搭搭鍋 你整個可以抽出去當碟 你放在上面keep warm 它是可以保溫 你調到多少度呢 它就一直保住 我都覺得是很方便 這個小家庭 而且如果你是廚房 不想用最傳統的黑蚊蚊的爐 我覺得這個真的超級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 講開這個牌子 德國部 另一樣我有它們的電器 簡直上個星期拯救了我 就是移動的浴室寶 讓我先放回電池爐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租客一物 自從擁有它 冬天洗澡 從此不一樣 天堂與地獄 因為我自己一直以為 浴室寶是要用抽氣線安裝 要找師傅去攪拌 那就要攪拌到業主 那我就算了 冬天隱凍 一邊震一邊洗澡 但是原來現在科技的進步 已經有一種移動浴室寶 而且是極度輕便 它在後面有個位置 可以勾的 還有我有拿過來 它有些配件 只要你把它攪拌下去 那你就可以這樣勾下去 毛巾位是非常方便 而且例如我家裡有兩個廁所 就不用要兩部 不用安兩個浴室寶 它暖的程度 是我現在就算是去廁所 我都會開著它 冬天去廁所是真的冷的 還有上個星期只有四度 即是我這邊有近海 是極度寒冷的 我可以在浴室裏面 裸體是完全不會打冷 不會很冷 那種感覺 它是完全解決了 這個冷到起雞皮的問題 還有它有幾樣東西 我也覺得很好 例如它是可以連著APP的 那我就可以開個APP 有什麼用呢 就是我在外面街 打算回家洗澡 如果回到家 它不是說立刻一秒鐘 整個廁所是暖的 它也是一個出熱風 所以我大約是十分鐘左右 那我就計時間了 回家前十分鐘 我就會用APP開它 回到家是可以立刻 可以洗澡 或者去廁所 多麼的幸福 然後它的暖風都有分兩個檔 有high 有low 或者是你夏天 不用怕用不著的 它是有cool mode 但是因為現在是很冷 我就沒試過了 也有一個按鈕 寫著UV 有什麼用呢 又是超級好的功能 它有一個配件 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變成一個毛巾架 一邊幫你的浴室 洗澡的時候 它一邊出暖風 一邊暖著毛巾 是好像在酒店 一些好像很驚慌的家 戳著暖的毛巾 是超好 可以當汗乾 或者是當暖毛巾 也是有這個按鈕 當你用完毛巾的時候 你可以按住它 就可以做一個UV的殺菌 它還可以坐桌的 它的形狀是梯形的 兩邊對稱可以放在平面 做一個暖風機的效果 或者是夏天做一個涼風的效果 是非常方便的 可能你會覺得 都是暖風機而已 但是我提到官網 它是有IP23 防塵防水等級的 可以阻擋一般水花 直接噴射 還有它後面的開關 它這裡是包緊的 我要噴射了這裡 它前面才可以做到平時的開關 是會比較安全一點的 放在浴室始終是比較多水 這個它下面出風 不是這裡前面出風 再加上水這樣彈的時候 它都會比較安全一點 它的價錢又不貴 都是千多元 你可以令到冬天洗澡舒服很多 是超級值得擁有的一個家電 好了 去到最後 這個 是觀眾燒我的 這個我是剛剛用了 真的不久 我剛剛上個星期才收到的 才買回來 就是MOMED SMART的一個叫做 智能空調控制器 接下來夏天 全靠它 因為我們家裡的冷氣是業主裝的 不是我們選擇的 然後在這裡 我們可能出去的時候會關窗 加上在長洲小島這裡 也是我們住三樓連天台 是極度熱 很潮濕 試過很多次 一入屋一開門 嘩 那個蒸氣熱氣是超級厲害的 沒有理由我們出去的時候要開著這麼久的冷氣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在市區 進來 回來這個家裡的時候 見過那個冷氣 顯示溫度 家裡是38度 走進來的時候全身大汗 然後一進來還要這麼焗 是很辛苦的 我都沒有辦法 因為是這樣的 但是有個觀眾跟我說 原來有這件事 這樣就可以把那個冷氣遙渠 例如不同的冷氣的remote 它裡面有機會有 我家裡的冷氣是沒有的 但是它竟然是可以跟它說學習 按這個按鈕 它就是on 按這個鈕是off 其他的鈕我還在研究中 但是可以開同關 已經是一大的突破 我試過在街上 用電話 它也是連著一個app 真的好像一個遙控 你按開 然後家裡的冷氣就會開 我自己的冷氣是跟上一個setting 所以我只要按開 我只要之前是按了冷氣 記得到 它已經是會 游回那個default 我就懶不去學其他住 但是我應該會研究一下 怎樣可能調高一點的溫度 調低一點的溫度 或者是調去風扇那邊 所以這個是超偉大的發明 它只要200多元 我看到官網是賣198元 但是要在荔枝角落 我計算過的時間 然後車錢 我最後在Hong Kong TV Mall 買回來是268元左右 它是用USB的 要插回USB 我放在冷氣機的下面 我只用來做一部冷氣 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做其他 可能一次過幾部 我還未研究到 但是實在太驚喜 原來現在的科技可以做到這樣 不需要買一部是很勁 又有遙距 又可以在外面的冷氣 只是一個普通的冷氣 還要是業主選擇的 不是我自己選擇的 都可以運用到它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現在科技真的很好 現在的電話是很多不同牌子的 還有一些智慧控制 是每一樣東西 我都可以在街上操作 實在是太方便了 我覺得身於這個時代 太好的感覺 大家應該感覺到 我這次這個介紹 是真的很興奮 因為這幾樣 雖然這次小小的 四樣家庭小電器 全部我都是覺得 令到生活超級方便 幸福 整件事好像很智慧 好像家庭很智能 也都是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說這幾樣東西很棒 很值得去拍片去說 我才是趕快去群組 這幾樣這麼受歡迎的東西 一次過去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有什麼家電 是覺得很好用 覺得我家一定要擁有 不妨告訴我 就好像這個 真的有個觀眾 他講完我的那一天 就覺得我很需要 就馬上去買回來 我都燒大家同時 我都很開心大家去燒我 就令到越來越 懂得去找一些不同的好物 跟大家再推介 今天的家電身成員 四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五 我覺得我已經什麼都有了 究竟有什麼是我還可以增添的 我都很好奇 總之 這個系列希望大家喜歡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 our 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